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復旦大學出大事 其實昨天已經傳了很久 那麼我們 一直以來都在找這個資料 因為那邊 很多人都上不了網 很多人都說 沒有辦法發出一些訊息 我們一直都在等資料 因為無謂 聽回來就亂說 當現在我們都在核實上面的確是 復旦真的出了一件大事 出動了武警、公安 公安還是武警 總之 出動了中共的 專政機器出來 封鎖校園 一度斷了網 這件事 其實起因是甚麼呢 起因就是 學校校方到處裝監控 監控 監控 多到離譜 不單只是監控 多到離譜 而且還裝到女子浴室 令到人們很反感 當然每個人都是 反桌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裝監控 復旦的學生 打出了反對監控 反對官僚 反對微觀法西斯 即是 你要微觀到為人家在洗澡 你也拍了 你到底想怎樣 這個訊息是4月18日已經發出了 即是5日前 之後 已經變成 裡面已經是大規模的示威 然後警察就下去鎮壓 那些黑衣的 我們片段拍到黑衣的那些 應該是警察 不是武警 警察進去鎮壓學生 當然 這次就沒有 拿槍 拿炮 但是推撞撞撞是有的 最後 好像是放了催淚彈 這件事 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 說到中南海聽到消息震露 認為是6.4之後最嚴重的 學生運動 當然有沒有那麼緊要呢 有沒有那麼誇張呢 我們 當然也覺得好像是誇張了一點 但是 這個學校 復旦大學的校園 騷動動亂 學校的斷網 放了TA gas 催淚彈 警察鎮壓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 在不同渠道找了很多資料 催淚彈是有放的 警察是有鎮壓的 影片也有了 是有跟學生打鬥的 是打鬥的 不是推撞那麼簡單 其實是有打鬥的 但是有沒有去到學運那麼重要呢 斷網那裏是學校斷網的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中共可以 把整個區域的 通訊封鎖 癱瘓你的網絡 那你就 沒有辦法跟外界聯絡 但是 整件事 最令人 覺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就是 被稱為 這個 極品人渣 很多銜頭 他又叫做復旦之恥 又叫做極品人渣 粉椎教父 乃貢公之 這個就是張惠惠 其實我們昨天說過 他已經是捱餓了 但是回到學校 就被 人圍偶 其中有份打的還是一個年輕的教師 覺得忍不住他的言論 你又說我們中國好好的 又說我們 中國比美國安全500倍 防疫比美國好500倍 人家有飯吃的 有看見美國亡國嗎 美國沒有亡國 美國的確診數字是中國多少倍 但是美國 生活如常 為甚麼中國要搞成這樣 當 復旦之恥 回到大學的時候 始終也要上學的 回到大學 就好一點了 有東西吃了 但是吃飽飯可能是挑逸學生 他一到場 很多學生 就去圍偶 連青年教師也打了一份 我收到回來就是圍偶的 每個人都覺得 這傢伙回來了 不能打了 其實我們 再跟大家3秒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他被人打 跟這次爆發學生運動的關係不是很大的 只是他太討厭而已 我們詳細說一下 復旦大學這件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也說了 現在的廣告開始慢慢恢復 這個正常運作 當然還未恢復以前最好的時候 但是 其實達到接近收支平衡 我們覺得 大家就 不要在直播的時候付錢 因為他吃水太深了 吃三成 我覺得沒甚麼必要 況且我們也不是很想收到大家的錢 希望 大家用免費模式支持就足夠了 接下來 我們可能會取消Patreon 不是刪除了Patreon 而是Patreon免費開放 我們照擺Patreon 照擺免費開放 希望到時有些人 在Patreon 不用開著畫面 不過這樣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收入 不過最後我們會再考慮 繼續說回復旦大學 其實這件事 那個 觸發點是因為防疫太過分 那些學生就鼓吵 爆發反對 學校就以防疫理由 在 周圍放了一些攝錄機 放了一些CCTV 放到女子宿舍裡面的浴室 那些人當然覺得很離譜 所以就開始抗議 最初是示威 是一個學生 一個學潮 抗議 首先 很多社會對社會的不滿 政府一直都在騙我們 說話沒有句真 事情在20日 復旦大學出來闢謠 我們當時因為收不到那邊 我們想找一些人去問學生 其實完全問不到 所以我們 當我們也怕是假消息 我們不敢說 我們有提提 但不敢詳細說 問回來的時候 上面找不到那些學生回應 究竟是甚麼事 有人說斷了網 我們到了21日 就再聽到 這件事 原來沒有停止過的 整件事還在裡面 這件事還在裡面 警察進去鎮壓了 然後學生又出來抗議 後來 出動了 催淚彈 其實跟香港的校園 又或者跟六四 有一點相似 大家都知道六四當時是反貪污 反貪污 官賭的意思就是 官員賭賣的 那些物資 因為大家知道當時是公銷社國營 你要有關係才可以拿到那些物資 而那些物資比市價低很多 只要你賭賣那些貨物 你就可以賺大錢 官員 賣批 賣物資 賭賣那些官方國家 是平價賣給市民 賣給人民的貨物 糧食也有 甚麼都有 這就是官賭 這次 他們學生打出的旗號是反對監控 反對官僚 其實也是很接近 其實如果要演變 是一定可以演變成六四的 因為現在的社會狀況 比1989年更加複雜 現在的網絡世界 即使你是跟外界隔著 但是 你也可以在網上 微博 微信 抖音 看到很多中國社會的不公 而這些學生 在這幾個月來 短短一個月 只在上海 已經看出了你共產黨所說的事情 全部都是謊言 你做的事情 全部都不是為了人民 這樣就會觸發學生的反抗 有時候我們很多人會在想 究竟是不是 大陸有很多小粉紅 復旦大學不少的 這些教授 五毛教授 復旦之恥的存在 其實也是有一大群吹捧者 學生 有這樣的 舔共的人 人渣 當然有這樣的名字 也有很多人反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 公開講一些跟共產黨 不同的事情 一定會被人打壓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就附和 但是當一有一個爆發點爆出來 好像這次上海 好像復旦大學 他們 全部人就說回真心話出來 甚至乎 在 上海封城 他們 要回憶33年前發生的事 這就是1989年 其實那些人沒有忘記到的 只是不敢說 不想說 或者怕說出來會被人追究 當整件事一成勢 一控而上 其實他們全部都會出來 因為現在的中國表面上就好像是順民 但是 尤其是有於 抑壓得太久 多順的順民一下子就去到最暴力最極端 我們會看到無端端 在街邊 有一些人無端端拿把刀出來捅 到處去捅死人 其實就是因為 長期的壓抑 令人 很屈滿 屈滿得來 他們那種心理上的壓迫 隨時會有一個臨界點 一個臨界點 就會爆發 現在的上海 或者現在的 一群年青人 他們心目中 你不斷地宣傳我們怎樣 我們是後浪 我們要推前浪 要你翻滾吧 誰知道 我們想翻滾 你就蓋我們 那我們是不是要反抗 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要反抗 這個老毛說的 大陸其實真的是 每逢 大事的時候一爆發 其實是差不多時間 現在 過了六四三十三年 但是大陸的經濟 由性 由轉衰 開始走向衰微 這個衰其實是習近平一手造成的 好日子 你不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老百姓 就會跟你搞事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個防疫基本上極端到 你沒有事找事來搞 習近平就自己拿屎上身 明明經濟沒事的 你就自己破壞他 自己斷了生產線 自己擾亂世界的供應鏈 上海人好地地生活的 你就無端端就封他 那些病有甚麼難搞呢 治得好的東西 就不是問題來啦 隨時治得好的就好了的東西 根本他們就亂來 他們就藉著疫情 以疫謀毒 獨裁獨 這次 很多事情都是借傷成毒 說回五毛教授 復旦之恥 他被人打 因為學生爭了他很久了 說話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這次上海是徹底把中共所有人的面皮撕破 你們全部在那裡說謊 你們全部都是魔鬼 你們做的事沒有一樣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所以那些人才那麼憤怒 現在 每個上海有錢的人想走 沒錢的人 只能夠起來造反 那麼究竟做不做得反 造反成不成功呢 這個就是看人數了 如果全國都有人動亂 全國都有人造反 共產黨派多少軍隊都搞不定 中國有14億人 你當他有水份 你有1億人出來 你也搞不定 軍隊殺得那麼多人 所以 看看共產黨那種 橫蠻無理 兇殘可以去到多少 現在網絡時代 全部東西都可以 上網 你玩了 你可以封網 但是 真的可以封得了 始終僅有人 僅有圈內的人 是不會 完全同內陷污 當那個勢成了 裏面的人都會覺醒 不過唯一 有個問題就是 軍人 受了長期的勢力 他們 短期內就未必會覺醒 可能 在初期 會繼續鎮壓 會很放膽去鎮壓 大陸的局勢十分難看 十分複雜 因為有個 我們也說了 有個小學程度的領導人 而這個小學程度的領導人 其實自力也很嚴重 受到質疑 正常的自力 他 陰謀詭計 十足 但是正常自力 就很嚴重不足 這些人最難估計 他會做些甚麼 究竟 他的數字怎麼算呢 大家也不知道 真的亂來 這一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